很多人是因为日剧 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 而认识了小田何正这位歌手 创作这首歌那一年 他才40出头 而很难想象 他现在已经高龄70了 而且最厉害的是 他招牌的响应不变 日本创作歌手小田何正 令人惊讶的是 他今年70岁了 我记上坚持不降Key 绝不辜负歌迷想听原版的期待 小田何正 对专业的执着 成就了长达47年的音乐生涯 1970年 他跟高中同学组成 Of course出道 当时并未获得太多注意 直到乐团变成五人编制之后 这首歌才让他出场走红滋味 此时他已经出道将近十年 1982年 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个在舞蹈馆连开十天演唱会的乐团 但就在演唱会结束之后 乐团的创始成员林沐康博宣布退出 音乐团变成员林沐队 音乐路上的伙伴因为志趣相投聚首 因为理念不合分开 Of course最终在1989年解散 离开组了20年的乐团 小田和正开始以个人名义进行音乐活动 42岁面临中年危机的他 没想到能再闯事业高峰 光是这个前奏不知唤醒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这首日剧东京爱情故事的主题曲 大卖270万张 让小田和正的歌声 从此成为日剧跟广告的自家代言 但1998年一场严重车祸 让他对舞台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他的表演风格开始出现大幅转变 为了接近与歌迷的距离 他在演唱会上设计走道 并播放他走访当地 事先拍摄的影片 演唱会到哪里举办 影片就拍到哪里 甚至放下身段卖力搞笑 证明他巡回演唱 不只是来转门票钱 引退的印象是在自己的中心里吗 那是 嘿嘿嘿 嘿嘿嘿 就说一下 只要招牌嗓音不变 小田和正就要唱下去 70岁还要继续追求无尽的音乐梦 TVBS新闻最后报道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全球进行试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